歡迎大家過來,很高興大家一快見面了 植入正題的話,首先我想感謝一下朱平和我們組織的這個活動 也感謝丁丁提供這個場地,感謝大家過了 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系列的內容 是分布式機器學習的一些親身經歷 分布式機器學習算是一個比較新的研究方向 但實際上它已經做了十幾年了 而且在這十幾年裡已經充分佔順自己對互聯網業務的價值了 即便如此,這還算是一個方形類愛的話題 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公認的比較經典的教材出來 也沒有一個公認比較經典的course 我們在網上接觸到的課程都是機器學習 但是我自己的感覺分布式機器學習和機器學習是完全不一樣的兩件事情 機器學習最重要的是一些數學背景知識 分布式機器學習 分布式機器學習 90%是關於工程技法 10%是關於工程技法 10%是關於數學知識 既然也沒有人能夠 把這些事情總結得非常的脆弱 我想我的總結也很難超越這個 所以我的想法呢 是把我自己親身經歷 編排成一個一個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故事讓我有一些感悟 這些感悟呢 和今天大家在開源社區 在學術界能看到的思路幾乎完全都是背道而馳的 我希望呢 我希望呢 在這個給大家講故事的過程中 和大家也能有個互動 希望大家在聽完這個故事之後呢 也會有自己的一套感悟 到時候我們可以一塊來檢驗一下 這些感悟和這個 這個 學術界的思路 哪個更對 那今天是說我這個故事呢 我大概給大家勾勒一下我的經歷 我的故事可以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呢 是我在Google中國做研究員的時候 第二個階段呢 是離開Google之後 先後在騰訊和LinkedIn就職 第一個階段呢 因為Google當時讓我大開演技 有很多平行計算技術 Google的業務呢 有充分的依賴 這個人工智能 背後獲得的智能的這個能力 所以當時呢 花了很多的時間的精力 已經三年的時間 去比較細工的嘗試一下 機器學習和數據挖掘領域 比較重要的研究方向 在每個研究方向上呢 我就盡量的把 目前方法能夠處理的數據量 擴大了1000倍以上 這種擴大呢 主要來自於把現有的方法 用新的平行計算技術 重新思考 把這些算法呢 套進現有的平行計算框架 當時我嘗試比較多的四種框架 是MPI NetReduce 這兩種我相信大家都 早已有所耳聞了 還有一種叫Prigle Prigle Prigle是Google內部對 BSP 計算模型的一個實現 在今天的開源界 和Prigle比較像的兩個框架是 Spark 和GraphLab 這兩些 估計大家都比較熟悉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框架叫GBR 它全稱是General Broadcast Reduce 是當時Google Translation Team的一個資深研究員 叫徐鵬開發的 這段的經歷呢 讓我充分地感受到的一點是 最不應該做的事情就是 試著把自己的算法和思路套進現有的框架 我想大家已經能感受到這個我說的背道而馳 今天很多的互聯網專業公司都在做 零零幾種框架 待會我會給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做框架是沒有意義的 正是因為這樣的一套感悟呢 讓我2010年初離開行軍之後 就再也沒有在我的工作中去套用過框架 離開Google之後呢 最大的一個麻煩事就是 原來Google準備好的各種計算平台都不見了 當時為了解決問題呢 就用了Hadoop 去年年初我來到矽谷加入LinkedIn 我發現這個Hadoop還是LinkedIn的主要的計算模式 但實際上2010年的時候 我在騰訊的第一項任務是 開發一個大規模的Language Model 語言模型 碰到的第一件挑戰就是 Hadoop的性能太差了 差到實在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當時我用C++語言寫了一個 MapReduce的實現 我叫做MapReduce Lite 當時經過騰訊的CTO的審批 作為騰訊第一個開源的系統 今天大家還是可以在網上看到全套的原碼 聽到這個可能會有點奇怪 說Hadoop的1.0有好幾十萬號代碼 怎麼1000號代碼也能寫一個MapReduce出來呢 有很多原因 比如說這個MapReduce Lite 它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實現 它沒有Backup Workers 它也不依賴分布式文件系統 它只需要訪問北地文件系統 所以需要有另外一套程序 來把大數字分布在很多機器上去 然後才能啟動計算任務 但這些都不是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 Hadoop呢 它將把兩件事放在一塊幹 是並行計算框架和機群管理系統 大家啟動Hadoop任務的時候呢 會發現Hadoop會花很多時間來計算 在哪啟動進程 這件事情嚴格的說呢 應該是一個類似操作系統 分布式操作系統的軟件來做的事情 不應該是一個並行計算框架要做的事情 並行計算框架呢 顧名思義是個框架 框架意思是大部分代碼有人寫好了 流出幾小段呢 讓其他程序員來填空 完成填空之後呢 就形成了一個 完整的程序可以跑起來 這是框架應該做的 它的目標呢 應該很簡單 幫大家填幾個空 就能形成一個程序 待會兒就給大家介紹一下 Google的這個並行計算基礎架架是如何做技術分層的 我們也會對應一下今天大家能在開原界看到的各種技術 基於MapReduceLite 當時我們做了很多的工作 還包括騰訊的第一代的廣告點擊率預估系統 隨後呢到2013年的時候呢我做了另外一個工作叫Picock Picock是用夠語言寫的 它自己呢是一個平行計算框架 同時呢它也是一個機器學習系統 那我們先做了一個平行計算框架 然後做了一個機器學習系統 它比較完備的實現了 剛才我說的分布式操作系統 框架應用三個層次 Picock的最基本的用法 就依賴的分布式操作系統 實際上就是SSHD 就是大家能遠程登陸一台機器 最新的機器上裝的這樣一個Demon 是幾乎所有今天輸入器的標配 Picock在遠端的機器上起進程 實際上是請那台機器上的SSD進程去啟動 當然今天我們已經能看到很多更先進的分布式操作系統 包括Hatube Yarn 包括Misas 包括Kubernetes 我也有心呢把這套技術 移植到這樣更先進的分布式操作系統上 Picock是我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個故事 為了做它呢 做了五年的準備工作 技術準備工作 此外呢 最後為了能夠調動幾百台機器 我現在騰訊做了一年時間 這個建設團隊 開始承接廣告 從幾十萬人民幣一天的收入 做到幾百萬人民幣一天的收入 在這個過程中 我自己也被Promote到Engineering Directed 這個Promotion之後呢 才能做兩件事 第一個是調用機器資源 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情呢 是有機會用一個真實的業務 來驗證一個機器學習系統的價值 這樣的Picock的驗證實際上 不是我們通常的Paper裡看到的那些指標印證 大會我又會跟大家解釋 我們今天能在Paper教科書裡看到的各種驗證指標 包括它常見的Precision Recall 包括AUC 在真正的大數據分布式機器學習的環境下 都失去了它的價值 這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今天大家在論文裡 在教科書上看到的所有的機器學習方法 幾乎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能適用在大數據機器學習下 聽起來很懸惑 我想待會稍微細緻的介紹一下大家就能理解為什麼了 這些故事這些經歷 會給我留下一些 會教我一些感悟 在我細緻的開始說每個故事之前 我把我的感悟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相信大家聽完這個故事之後也有自己的感悟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互相比較一下 我不確定我的感悟是對的 但是如果我們一塊來考慮一下這件事情 一塊切磋一下 我會覺得就更明白一些了 所以整個過程中大家隨時打斷我 我們隨時交流 從剛才看到2007年開始到今天已經過去七八年了 我一直在專注做這個大根目機器系統 也有人說這個 promote到一定程度之後就要轉管理 轉管理的意思就是自己不幹活 拿鞭子抽著別人幹活 我不知道這樣好不好 也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但是因為這和我興趣實在是太背道而馳了 所以我自己是比較煩做管理工作的 管理工作是一個要做好需要特別大的自我犧牲 自我犧牲之外呢 還有經歷上也很難跟上 以至於我在之前兩年的時間裡 經常是晚上十點開始寫程序 寫到夜裡兩點 這樣的工作方式呢 在我有了一個小朋友之後就變得很難了 這也是我現在在進一步往下思考 如何在這個領域繼續工作下去的問題 那這麼多年願意花這個精力 願意費這個勁 主要的原因呢 是來自於我對英特朗的認識 英特納不是一家公司 或者一個個人在讓 但是每個人呢 都被英特納深刻地改變了生活方式 英特納怎麼改變我們呢 是因為它在提供服務 有搜索引擎服務 有在線視頻點播服務 還給買貨了 提貸款了 英特納之所以興旺 是因為這些服務做得很好 好到什麼程度呢 好到機器做的服務 成功地代替了人的服務 比如說Google搜索引擎出來之後 我們就不再經常去圖書館 請圖書館裡邊幫我們查書了 淘寶出來之後呢 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的價值 就大打折扣 現在我已經找不到這些市場在哪了 然後再看 互聯網金融 這是一個比較新的方面 互聯網金融一出來之後呢 由機器來做全局優化 來決定資金流向 哪筆錢應該投進哪個項目 之前我們要代替款呢 對西裝革履打扮是摸狗樣的進一家銀行 你要跟人說我想代一萬塊錢 人家恨不得人踢出來 一萬塊錢銀行最後能獲得利息 還不如這個代理人跟你聊一個小時的工資呢 類似情況出現在這個廣告業務上 為什麼互聯網廣告一出來之後 央視指定廣告代理公司就沒意思了呢 我記得在互聯網廣告興盛之前 每年的春晚大家就興高采烈地去看 誰家標的高最後在春晚上秀一個廣告 這幾年大家已經看不到這種現象了 所有這些現象的發生都是因為 互聯網服務背後的人工智能的水平不斷地在提升 在很大的寬度和廣度深度的範圍裡 都成功地替代了人類智能 這樣的智能是從哪兒來的呢 說白就是機器學習系統 從大量的留在互聯網服務中的行為數據 分析歸納抽取來的知識 待會兒我會給大家說幾個demo 大家可以很容易地發現 今天的人工智能技術 早就聰明程度遠遠超過任何一個人類專家了 大家會覺得這樣好像是不是有點懸 聽起來像科幻電影 一點都不科幻 那麼在收這個demo之前 讓我把這個邏輯說完 這些智能是怎麼樣從數據裡學出來的 他們是從什麼樣的數據裡學出來的呢 很重要的一點呢 是常委 英國網上收集的各種用戶行為數據都是常委數據 當我們說用戶行為數據的時候呢 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 因為通常大家覺得 互聯網服務收集數據有兩類 一類是內容數據 一類是行為數據 實際上呢 仔細想想內容數據和行為數據很難規劃和界定 首先所有的內容都是某種用戶行為留下的 對吧 一個博客之所以在那兒是因為有人寫了它 有的人說這個數據存在MySQL裡 不存在Log裡 它就是內容數據 但其實這個數據完全也可以存在Log 現在很多系統裡還真是存在Log 在Connect的大家覺得是聽起來應該是更像行為數據 LinkedIn也容許大家更新自己的Profile Profile看起來像一個簡歷 聽起來像內容數據 像我最近在LinkedIn的一項工作呢 就是把簡歷當作行為數據 從而來學習每一個人的職業技能的眼鏡過程 這個學習結果呢可以用來推測一個人將來的眼鏡方向 給他建議應該找什麼樣的mentor 為什麼簡歷數據其實也是行為數據呢 因為我們每次換工作之後 通常是忙不疊地去更新一下簡歷 有升值了錢又更多了 這樣每次行為呢被記錄下來 也就體現成了一系列的用戶行為 正因為它能被當作用戶行為 所以我們才能想出這個比一般分析內容更有意思的點子 去學每一個人的真實能力的眼鏡過程 再說回這個數據 我們說它呢是常委的 這一點呢可能都不用我說了 因為它網上大部分數據都是常委的 但要說這個價值最有效的最棒的智能 對於蕴含的長尾的尾巴 這件事情呢我覺得可能同一個例子說明能更清晰一點 這個例子呢是這個互聯網廣告 不過大家這個之前聽過我對於 Peacock 的一次專長的分享呢 可能已經見過這個例子了 對於沒有見過這個例子的朋友呢 我覺得不妨再說一遍 這是一個真實的例子 在我在負責通訊廣告系統的這個過程中 我們真的碰到了它 有一天呢 有一個這個 我們的同事反映客戶投訴 說用戶書的這個搜索詞是紅酒木瓜湯 結果我們抽的是紅酒的廣告 一開始呢我們接到投訴的這個同事覺得這沒什麼嘛 紅酒木瓜湯嘛 我抽個木瓜也看起來合理 但實際上不應該抽紅酒木瓜湯 既不應該抽紅酒也不應該抽木瓜也不應該抽湯 為什麼呢 因為紅酒木瓜湯它的本意呢 是民間一個豐胸秘方 所以一定要出廣告的話呢 應該出什麼豐胸美容類產品 對吧 紅酒木瓜湯 因為各位你們都是 我們都是一樣 號稱知識分子 在很多領域我們也號稱自稱人類專家 但實際上呢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紅酒木瓜湯是什麼 類似的例子來過很多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也有人搜了一個query叫莫戴爾 這應該出什麼廣告 這真是一個專家 幸虧沒有很多朋友舉起手來 說明這事還是比較常美的 莫戴爾呢 是一種織物 英語叫Model Model 它是用來做情趣內衣和性感內衣的 所以呢 如果出一個情趣內衣或者性感內衣製造的這樣一個廣告 工廠廣告 那肯定是最好的 我們剛才說到常委 也說到常委的價值 這個價值體現在哪呢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這個機器學習系統 它不理解紅酒木瓜湯 不理解莫戴爾是什麼東西 它出的廣告呢 可能就實際上相當於隨機出了一樣 隨機出廣告點擊率就隨機點擊率 搜索廣告的平均點擊率是1%左右 可是大家如果想想 有一個人他敲了一個curry是紅酒木瓜湯 這會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很有可能他就是希望 這個更健美一點的一個女孩 對吧 那如果這是你給他出一個豐胸美容類產品 他點擊率是1%嗎 那肯定不是啊 你說沒有個80% 那50%可能還是有 大家想想 那點擊率在廣告系統裡就意味著 賺多少錢啊 和賺多少錢幾乎是正比的啊 像Google像百度這樣當 像淘寶阿里 全都是靠廣告系統為首要引力來源的 如果一下子就從1%提到50% 可能就讓百度變成50倍於現在的市值了 當然前提是我們不能說我們只理解紅酒木瓜湯對吧 整個腸尾中覆蓋了零零總總萬萬千千的可能性 我們要對零零總總萬萬千千的可能性 都讓機器學習系統能夠理解背後的語意 那我們就真的能把百度變成現在50倍大了 這個截圖呢 實際上就是Peacock系統的一個截圖 訓練過程已經結束了 已經有一個模型存儲在機器的內存裡了 這時候呢 用戶輸入一個query 讓這個學到的知識去理解 這個query對應的是什麼語意 這下面每一行呢 是一個Peacock系統學得的語意 每一個語意呢 實際上是一種詞 這種詞呢 在訓練數據裡frequently occur 那它呢frequently occur的詞呢 通常是被我們來表達一個意思的 所以一行就被稱為一個語意 其中這個第三列標為weight weight是說這一行這個語意 和我們的輸入的相關性有多高 實際上它是這個條件概率的 就是confidence interval upper bound 第一行的相關性呢 最高可以到90% 依次呢遞減排序 所以多到90%了 第二行第三行大家不用看 第一行是包括哪一次呢 豐胸產品減肥還有木瓜 木瓜的位置已經很低了 現在要帶來一個豐胸產品減肥 換句話說呢 Peacock呢它已經學出來了這個語意 它也能理解豐胸目瓜湯 是和這個語意相關的 我們只要利用這個語意去做一次 core expansion 我們就能讓豐胸目瓜湯 和豐胸減肥產品匹配起來 這就是為什麼Peacock一出現之後呢 就極大的改變了 騰訊廣告系統的消狗的原因 實際上呢 Peacock這個故事呢 待會兒我會細說一點 它的思路呢起源於 我更早一些在Google的經歷 Google的AdSense廣告系統背後 也有一套這樣的語意理解系統叫refill refill這個詞呢 直到今天都還是一個神秘兮兮的詞 我只知道大概幾年前refill team的同事 在灣區做了一次小路摸的分享 但refill的價值是非常大的 在有refill之前 AdSense是一個這個小角色 有refill之後呢 AdSense慢慢地成長為和AdWords 並駕齊驅的兩大收入員 後來refill呢 被引入在Google搜索引擎裡做core expansion 今天大家在Google的各種廣告系統裡 都能看到這些系統的身影 實際上Picocq呢 想做Picocq的最主要原因就是 希望改進Picocq 實際上一開始不是 只想加入Picocq的團隊 當時我在Google中國呢 對這個轉移到美國來是有限制的 當然009年之後就沒有限制了 當時限制呢 使我既然不能加入進來改進它呢 就不如去做一套來超越它 待會可以給大家介紹一下 Picocq因為有一套自己的冰基算架構 不像refill是fit進來produced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使得Picocq的計算效率是refill的10倍 那麼回到這個license 我們看第四行 第四行我說 我覺得呢 大比快更重要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有價值的數據 是常委數據 有價值的知識 又蘊藏在常委那一部分數據裡 而不蘊藏在大頭 那大頭也有它的很重要的價值 但是cover常委的cover越好 我們的機器學系系統 能得到的知識就越全面 我們能覆蓋的常委的case就會越多 我們就越有機會把百度做到現在的50倍大 那既然這個數據是常委的 我們就知道 大部分數據點的出現頻率是很低的 你要把這些數據都能覆蓋進來圈進來 你要不遺餘力的去收集很多很多的數據 那必然得到的是一個很大的數據集 一個系統要能從很大的數據集裡去提取知識 那它首要的任務是能處理大 對吧 傳統上呢 我們會有一個研究方向叫parallel computing 並行計算 並計算主要目的呢 是為了快 實際上在大數據學習這個領域裡 儘管很多論文還在不停地說 我的方法比人快 但實際上在工業界大家的首要需求是 你能做大 如果能做大當然是越寬越好 可是如果你為了圖塊做不大 那就是一文不值了 這個大要怎麼做呢 其實大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最重要的一點呢 就是fault recovery 我剛進google工作的時候呢 發現很奇怪 為什麼有mapproduce這樣的框架 後來看到prego gbr 可是沒有MPI 在我真正進入工業界之前 在學校當學生的時候 對並計算的了解都是從MPI開始的 相信在座各位很多也是這樣 對吧 一開始就沒有MPI的時候 我們北京research團隊呢 還有一個叫白龍捷的兄弟 把MPSH2 就是Linux上的一個MPI實線 所以我們就import到了googleborg上 borg是google的分布式操作系統 是google最終極的命名武器 首先是最近開源了 叫kubernetes 這個被稱為borgMPI的系統呢 我們當時團隊還有一個同事叫張栋 在上面開發了一套語意分析系統 叫PRC的算法 但很有意思是這個算法一推出之後呢 說服人用就成了一個麻煩事兒 得到第一反饋是 你們支持fault recovery嗎 當然是不支持的 用MPI的人幾乎都不知道 什麼叫fault recovery 但這個談話就此中斷結束 沒有下文了 這都不支持 你做什麼做 後來慢慢的才意識到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 MPI根本就無法在大數據計算中入個流 fault recovery特別重要 大家想想MPI和這個當時很熱火的MapReduce 其實是並行計算框架的兩個極端 MPI容許競爭間在任意時刻通信 非常靈活 MapReduce在任何時候都不許通信 我們programming一個MapReduce job的時候 我們是不知道其他worker 騎在哪個機器上 應該如何和他通信 對吧 所以我們根本無從去寫一段程序 讓一個Map worker或者一個Reduce worker 和他的同伙去通信 所有可能的數據交換都發生在 MapReduce phase之間 那個shuffling phase 完全用MapReduce runtime來操作 對用戶是完全封閉的 這樣兩種約束呢 就使得幾乎所有的程序 所有的算法都可以用MPI來並行 而絕大部分複雜的算法 是無法套進MapReduce這個框架裡去的 無法通過定義一個Map和一個Reduce函數 這段時間 這樣就是這兩個方法的通用性 就響而易見的拉開了距離 那為什麼Google MapReduce在Google裡用的那麼多 而MPI壓根就沒有蹤影呢 就是因為Fort Coverage的價值太重要了 大家想像我們一個大的計算任務 很常見的會起一萬十萬的進程 一萬或者十萬 如果我們容許他們互相通信 那這時候就沒法做Fort Coverage了 有一個進程掛了 我們可以去重啟它 重啟之後呢 還要讓它恢復到 它前世掛掉之前的那個狀態 怎樣能恢復呢 它前世做過的所有IO操作要重複 它前世做過的所有的通信操作要重複 對吧 為了重複通信操作呢 得把前世和它通信過的所有進程都殺掉 然後重啟一遍 讓他們再去重複自己前生做過的工作 那因為這個原因呢 所有和這波進程 通信過的進程也要被殺掉 並且重啟 你會發現隨著Data Dependency 這種一下就擴展到整個Job 所有的進程都要被殺掉和重啟 即便一個任務它只跑五分鐘就能結束 但在這五分鐘裡十萬個進程 一個都不出錯的概率幾乎就是零 大家說我機器也沒壞對吧 我都選的不錯的配置 怎麼就有進程要掛呢 都騎起來了怎麼就要掛呢 當然也可能是雷劈了 也可能外星人入侵了 但是更主要的概率呢 是一個公有機群 它不是我們一個一家在用的對吧 有LinkedIn的機群 有LinkedIn有好幾千人 每個人都有權利來訪問 一個權限更高的Job進入的時候 機群管理系統 它要把權限低的進程停掉 甚至殺掉 騰出資源來運行優先級更高的Job 所以preemption呢 是進程掛掉的最重要的原因 這不代表有任何軟件或者硬件的錯誤 我們在很多論文裡看到的 很多的變形系統都假設了 我們的機群是這個任務專用的 所以大家會看到很多技法 說我怎麼優化通信 怎麼balance網卡和磁盤 怎麼balance內存和CPU 甚至怎麼balanceCPU和GPU 但實際上在真正的雲介送平台裡 分配給你的資源都是假的 可能是Docker container 也可能是虛擬機 根本無從去控制 甚至無從得知 你真正能訪問到的網卡是在什麼狀態 這些假設其實都是 真的是很假的 實際工作中是用不上的 所有至於這些假設做出來的研究成果 其實是很難找到工業上的使用價值的 好 那麼 話說回來 為了做大 我們說了要讓系統scalable 要讓scalable呢 說了一個調整系統 叫做fault recovery 一說fault recovery 剛才提到了好多現有的技術 也批判了好多現有的技術 大家想想 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們關於數學方面的一句話都沒提到 對吧 這是為什麼一開始說呢 我覺得這個大數據 積極學習這件事情 90%是關於工程激法的 數學重不重要呢 當然也很重要 但仔細看看我們面對的事情 其實我們要的是一個好的系統 而不是一個好的數學模型 好的系統呢 等於好的數學模型 加上好的體系結構 實際上數學模型和體系結構同樣重要 缺一不可 也至於沒法去比 說它90%說它10% 其實是一個相對人的概念 進入這個領域的朋友們 大部分都是有PhD背景的 大部分都是上過機器學習課的 大部分呢 對數學至少是不錯的 但是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比較過 應該用哪種語言來寫程序 才是最合理的 至少在我自己的人生經歷裡呢 我看到很多做大數據的人 是在用Java的 很不好意思 完全無意冒犯啊 至少我能看到很多創業公司 這個號稱做大數據的創業公司 都在用Java 待會兒我會給大家展示一些例子 在所有的 我碰到的坑裡 編成語言的選擇是最重要的 超越 今天列出來的所有文字 在說明之前呢 如果要我總結一下我自己學到的 這些Lessons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理解今天我們正在一個大浪的巔峰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大浪呢 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 第一次 因為Internet的出現 有可能收集大量的人類的行為數據 比如說QQ 有你所有的聊天數據 警察收集是可以 據說是縣市級醫生派出所的終端 可以直接看到 這個我就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但是我們在同學也是不許用這個數據 很嚴格 真是不許 再說輸入法 有你所有的輸入習慣 既然有你輸入習慣 其實它就有你說了什麼 既然大部分周恩輸入法都會採集 你在什麼樣的上下門環境裡說了什麼 它就知道你在Google裡搜了什麼 這個輸入法它其實知道 Google每年年末發布的Top Query是假的 因為真正排前三名的肯定是Porn 肯定是黃色的 肯定是被編輯編輯過 類似的銀行的服務其實是很多的 它知道我們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機會收集這樣的行為數據 就是第一次有機會讓做機器學習的朋友們 從這樣的海量數據中去歸納整個人類的知識 就是從剛才給大家展示的Peacock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分布式機器學習系統 已經做到比任何一個人類專家 任何一組人類專家都要更聰明更有智慧的地方了 既然是這樣可以想像 如果這個趨勢沿進下去的話 更多的Intelon服務會湧現 已經出現Intelon服務的質量會越來越高 他們會替代越來越多 原來需要人來做的事情 這不就是原來工業革命經歷的一樣嗎 如果我們能把握住這部大潮 我們成為製造機器的人 那我們的整個人生價值就上一個層次 輪子就轉起來了 法輪就轉起來了 可是如果我們把握不了呢 我們就可能和當年的手工工人一樣 無法適應產業革命的變化 這個聽起來有點大 那我理解呢 其實總的趨勢是這樣 今天大家早就發現 做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的人 一進入公司的收入水平 就會比做其他工作的人要高 這其實已經有所體現了 可能在接下來的肉乾年齡 這種趨勢會越來越明顯 分化會越來越明顯 所以我也很希望 我們能繼續在這個潮流中 跟隨這個大潮往前走 但在這個大潮裡呢 我也這個嗆過很多水 掉進去過很多坑 我把我感覺最坑人的幾點 給大家列一下 分享一下兩個原因 排名第一的呢 就是Denoise Data 我在前年的時候出了一本書 在這個微博和朋友圈裡 被廣泛的轉載 說這個怎麼Denoise大數據的 我壓根就沒翻開封面看第二頁 我覺得好像很不靠譜 剛才我們今天展示這個 Noise Data 我們真正的大數據都是長尾的 Noise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出現了但頻率不高的數據點 還有一個別名叫Outlier Denoise是什麼意思呢 是說把這種數據給抹掉 不要 這種數據都抹掉了 長尾的尾巴不就被剪掉了嗎 剩下不就只剩個大頭嗎 對吧 我們剛才說了長尾數據的價值 從中提起出來知識的意義 把尾巴都剪掉了 那不就成了這個 鴕鳥把頭埋進沙子裡 講著看不見了嗎 這件事呢 就是讓我很困惑的一件事 第二個我覺得很大的這個坑就是 我看到很多朋友們呢 在看了一篇論文說 誒這個方法不好做 很好 我把它并停化了吧 比如MapReduce 就是廣東一哨 也就被并停化了 但是很不好意思的一個問題呢 是大部分我們課本上的 或者paper裡的數學方法 數學模型 都假設數據是指數組分佈的 而不是長尾分佈的 指數組分佈是典型 就是高斯分佈或者拉巴拉斯分佈 高斯分佈是個中型 離中的中軸比較遠的數據 這個形狀就趨近於0了 該比趨近於0 長尾呢與之相反 雖然也有個大頭呢 但是這個尾巴拖得很長 很長的尾巴表示了很多的可能性 每種可能性呢都不是0 總有能出現那麼幾次 長尾呢我們是真捨不得割掉的 我不惜再舉一個例子 這也是接下來會介紹另外一個故事 它就叫PFP 是對frequent item set 命令的一個並行畫 這個並行畫進行得如此徹底 以至於它有能力找出frequent item set 也有能力找出infrequent item set 我在這裡給大家展示的呢 就是一些infrequent item set 最右邊一列呢 是說抽籤次數 最左邊一列的那些詞呢 實際上是一些label 一些tag 一些tag從哪弄出來的呢 是從delicious data 這是2008年 我在Google工作的時候 有一個實習生叫李浩元做的工作 在座可能有些同學 已經聽過李浩元的之前 在這個文區技術上的一個分享 李浩元現在是Spark項目的 Tachian項目的負責人 是NPLab的博士商 很快要畢業了 這是當年李浩元在Google中國做的一件事情 當時他還是個大四的學生 這個時候呢 是我們把這個delicious呢 每一個URL對應的tag抓下來了 我們抓是很容易 因為我們當時在Google Google最擅長的抓 抓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看看 哪些子集是頻繁的出現在了 所有這些tag集合裡的 當然我們也找了一些子集 它不那麼頻繁出現在 比如說我們看最下面這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看最下面這個例子 左邊那列有 Wolf, Paraha, Chomsky, Anthropology, Linguistics 這幾個詞呢 一共在六個URL裡出現 有六個URL被同時label了 這五個詞 那當年的delicious有多少URL呢 我都已經不太記得了 好像是好幾億 但是delicious呢很風靡呢 覺得這簡直是人肉Google 在上億的URL裡只有六個URL 同時有這幾個label 那看起來是非常infrequent 那它有沒有價值呢 很有價值 這一組詞呢 在我後來做Peacock的時候 我專門檢查了 Peacock也能學出來這幾個詞 作為一個語意 如果我們Google搜一下 你會發現 Wolf和Chomsky 原來是一塊兒研究過 一個非洲土著部落語言 這個部落叫Praham 他們的這個研究成果實際 他們倆一個成為 Anthropology的學術帶頭人 一個成為Linguistic的B組 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故事 如果有人說了某個query 被Peacock解釋成這樣一個語意 我們就知道給他出一個 Anthropology或者Linguistic的教材 或者推薦他去參加某個講座 還可以想像這個點擊率一定是很高的 當有一個人他對照耳感性 就一定給他推相應的東西 點擊率一定很高的 再看倒數第二個呢 倒數第二個是 也很有意思 正妹台灣Alban Beauty Photo 台灣人觀 美女叫正妹 這個正妹台灣 這個還是有點意思的 從這也能看出來 我們是怎麼來抓出這種語意上關聯的 應該是很多這個 PhotoAlban URL 同時被label了這幾次 在上面一個呢 它只出現了八次 前兩個詞是俄語詞 第三個詞是一個英語詞 第一個俄語詞的意思是基督教 第二是東正教 第三個是英語的東正教 再上面一個呢 是中文 日文 日文片甲名 一個混合 它意思告訴你 印象、印畫、PV、CM、動畫 其實都是一個東西 那這個有沒有價值呢 如果有人的 query 搜的是印象 那這個廣告的描述裡呢 是硬化 我們知道其實是應該出這個廣告的 就是相關的 再上面一個呢 就是 是日文和這個英文的混合 第二次的生命 第二次的生命 就是網上的虛擬人生 這樣一個概念 正因為這個廠裡的數據 如此如此的重要 我們實在是不想 因為某些數學模型不能處理它 而落下它 可是很不幸的是呢 我們今天大家能看到大部分數學模型 都假設數據是指數做分佈的 隨便舉個例子 我們會介紹這個 我們會介紹這個 現在很常用的語役模型 在Information Trouble中 很常用的語役模型 LDA、PRC 他們都假設了 Dirishlei先驗 假設了Mathonomial likelihood 所以他們的後顏概率呢 也是一個指數組模型 對吧 他還會說 那還有很多模型 它根本就不是一種概率的模型 那它是不是就不假設了呢 隨便舉個例子 很常見的SBD 矩正分解 這是現形代數的概念 對吧 它沒有什麼概率論在後面 真的沒有嗎 如果我們希望分解出來的這個矩陣 它的每一個component真的有物理意義的話 那其實我們是要求 收入數據是高四分佈的 否則的話呢 分解就不能對應為找Principal Components 那找的既然都不是Principal Components 那找的結果就是 亂沒有用的 所以實際上 這個說法呢 它也是要求的數據要是指數做分佈的 高四分佈很典型的指數做分佈的 還有人說 那隨便在拍腦袋想一個 這個幾乎所有 實際上所有廣告公司用的 點擊率預估模型 Logistic regression 它有沒有假設數據要是指數做分佈呢 看見了好像沒有 但是讓大家仔細想想 我們還記得 當我們學一個Logistic regression的時候 那個objective function的形式嗎 是一個Sigma Sigma裡是什麼呢 是每一個training instance 的label 和我們用當前模型預估出來的label 的距離 對吧 我們把所有的距離求和之後呢 希望它最小化 那想像如果有一個instance出現了100次 那它在這個求和中會佔100份的分量 如果有一個instance只出現了兩次 那它只佔兩份的分量 那嚴格來說 這個優化肯定是偏向出現頻率高的 那換句話說呢 實際數據分佈是在feature space上是常緯的 但這個模型優化呢 它會專注於去優化fit大頭部分 出現頻率高的 把它match的好 常緯的呢 它就不管了 你真出現了一個紅酒不高湯的時候 它真不知道應該把哪個廣告排到前面去 預估出的一點精力高 對吧 優化的時候 它就做了這樣一個balance 所以呢 但是很不好意思的 這個 這麼多方法 它都假設數據不是常緯的 或者是即便它容許數據常緯 它只care那個大頭 那怎麼辦呢 實際上這是一個方形為愛的數學話題 我自己接觸到呢 就是最近幾年裡 我接觸到一些non-parametric basin的方法 包括Drichley process 和Pate-Manure process 他們給我的工作 帶了一線曙光 像大家看到Picock那個系統呢 就是用了這樣的 stochastic process 作為primer 來替代傳統的 這個先進概率分布 而得到的一個手機模型 在我 從2007年到今天 這78年的 Lint Topic Modeling的實踐工作中 來看呢 就是我能找到的 最適合去描述常緯的數學方法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呢 數學也真的是很重要的 然後再看一個carner 就是用線路的framework去套 剛才我給大家介紹了MPI 和Meproduce 一個非常靈活 一個非常死板 有沒有在中間 找中間路線呢 有 在Google里呢 就是Pergo 在現實生活中的 開源社區里呢 就Graph Lab 和Spark 這些 這些框架都自稱 或者曾經希望自己呢 能兼備兩邊的好處 又能靈活描述各種算法呢 又能支持Fall Recovery 但其實呢 他們也兼備了兩邊的壞處 在接下來會有一個故事呢 我介紹一下 我用這個PriGo去並行化LDA 簡單跟大家說一下呢 是這樣一個意思 PriGo它怎麼來保證 這個Job是可以自動的做Fallure Coverage呢 它是要求 剛才我們提到MPI 就是允許連以通訊 最後 你要恢復這些曾經有的通訊 你可以把所有的機能起變 PriGo呢 它就說好 每隔一段時間 它成為一個SuperStand 我就讓所有的進程呢 把它這段時間 接收到的信息 都在磁盤上CheckPoint的一個版本 這樣的話 如果要重啟的話呢 我確實也要重啟所有的進程 但是只要把它們 拉回到最近一次CheckPoint的就可以了 不用完全從頭算起 這聽著是個很直觀的解決方法 而且應該也是一個很通用很徹底的方法 對吧 但實際上在 我用它並行化LDA之後 在機上跑的時候 經常會out of memory 經常的意思是 從來沒有跑通過 全都out of memory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想想 如果在一SuperStab裡 發送的數據通信量不是很大 那還好 我可以把這些數據都buffer在Memory裡 到了時候呢 我們在CheckIn到磁盤上 那萬一有了SuperStab 你需要通信量很大呢 buffer 就已經 overflow 這叫out of memory 換句話說 至少我們知道 PageRank這樣的算法 通信量少的 是可以用Pregal去並行的 像LDA這樣的算法 通信量大的 不能用Pregal並行 類似的如果大家仔細看一看GraphLib 或者看一下Spark 他們也引出了一些先驗條件 比如說這個Topology需要預先定義好 所有這些先決條件的假設 都註定了這些框架沒有一個能成為一個 通用的機器學習系統的框架 所以呢 用一個特定框架來解決所有問題 一個車子敲錯釘子 在這兒是行不通的 那大家說 因為有很多公司走在前列 他們都做了很多很先進的機器學習系統 他們怎麼做的呢 我在Google中看到呢 幾乎是每一個有價值的機器學習系統 都值得擁有它 獨到的 特別為它設計的PG系統框架 今天我們能在博客上 Google公開的博客上 或者發表的這個論文中 看到的機器學習系統 隨便舉幾個例子 剛才說refill 是套用了mapreduce 但這也是pickup 在規模速度上同時超越它的主要原因 這種超越 不光對騰訊的廣告帶來一些好處 給我個人也帶來一些私下的好處 包括什麼綠卡申請比較快之類的 再看別的 Google廣告系統的點擊率域估模型叫SETI 現在後來又幾經演化 曾經有一段時間它叫SETI 這個系統呢 它就完全自己讀到的並集中框架 它是一個完全online learning的系統 大家知道mapreduce、sparc 這些都是為offline processing設計的 大家可以想像所有的一個框架 都不可能使用online learning 不可能使用SETI 還有很多其他的系統 比如說deep learning系統 大家在NAPS paper上應該看到了 它的framework叫Distbelief Distbelief很顯然也是一個 專門為deep learning設計的領域系統框架 這時候大家就會有點鬱悶了 設計一個系統還得專門為設計框架 這個就挺頭疼的 尤其是我身邊很多博士朋友們 都是用Mathlab起家 這時候就更頭疼了 但是大家不要懊惱 有招的 畢竟在Google裡很多很多框架都是Mathlab起家的博士寫的 這是怎麼弄的呢 因為Google裡邊剛才有說到 分布式操作系統和框架是分開的 如果大家熟悉分布式操作系統的一片 比如說Borg的API的話 總會很容易的寫這個框架 就如同我一開篇的時候講Mathlab slide 其實只要1000萬C++代碼 今天有很多的語言描述能力比CR加強太多了 比如JavaScript 比如Lisp 比如說Go 如果真用Python 所有的這些語言來描述 同樣的框架和行數呢 還會更少 這也是接下來我的意思是想說 盡量不要把框架和這個 基群管理系統或者分布式操作系統的功能混在一起 不要像Hadobe 1.0一樣 那Hadobe 82.0呢 他們已經接受教訓了 Hadobe 82.0有一個分布式操作系統叫Yarn 但是呢 八卦一下 這個已經晚了 為什麼晚呢 Yarn出現是Mesis都已經先出現了 Yarn是在Mesis出現之後呢 照著Mesis學的這麼一個東西 而Mesis呢 又是用C++寫的執行效率很高 不會霸震內存不釋放 所以JVM平台呢 又還會繼續出現這個事情 至少我在LinkedIn 我經常碰到提交一個Job 然後說Out of Memory 我身邊有很多同事可能也都碰到過 這個讓人很頭疼 我相信LinkedIn的Hadobe肌群的維護水平 應該在這個溫區在世界上算是比較高的 這個我有點提前把最後那個Java和Python說起來 那就轉到那吧 我曾經也是一個Java程序員 然後呢 因為號稱是做點研究工作 我也很熱情的學過Python 但這兩個語言呢 是現在大家用戶量最大的兩種語言之類的 這是我們購員寫的 它是真實的代碼 可以被我通過 基本上可以被我通過 購員是我最近兩三年裡使用的語言 在使用購員之前呢 我是一個有15年C++變成經驗的老C++程序 但是用了購員之後呢 就再也沒寫過一行C++代碼了 這段代碼呢 大家看看在描述什麼事呢 描述有一個服務A 它現在呢 要訪問一下RPC靠一下服務B RPC靠一下服務C RPC靠一下服務E 然後這三個服務呢 只要有任何一個返回了一個reasonable result 那A呢就可以得以繼續 但如果在一秒鐘之內 這三個服務都不返回的話 那這個A呢就準備做錯誤處理了 好 這是很常見的過程 對吧 大家隨便想想搜索引擎 來了一個query query rewrite之後呢 我要把這個rewrite結果呢 發給好多機器 在每台機器memory裡去做indexing 找出合理的結果 然後再merge起來 有的機器呢 不知道什麼原因 在那罷工 我也不能擋它 100個機器有5個罷工 剩下95個只要有結果返回 我也應該給用戶盡量快的一個結果 這就是這樣一個邏輯 那這個 大家看了這段代碼在說 你們第一行我定義的response 那接下來有個select select的對應的是 是夠的一個語法 對應的是操作系統 內核功能調整中的ePool 或者是macOS內核中的kq 就是看有哪一個IO端口可讀或者可寫了 那我就去讀它或者寫它 那在夠原理呢 這個操作系統工能調整 會封成了一個語法的select 下面會接很多case 每一個case呢 是發出了一個RPC請求 並且等待 這RPC code 會返回一個blocking queue 在購入一個channel 然後呢 我們希望從這channel裡讀出來一個response 把它複製到B 我們這裏有前三個case呢 就是希望訪問這三個服務 第四個case呢 去訪問了一個本地的channel 它在一秒鐘之後呢 我會能從這個channel裡讀出來一個什麼東西 我不care是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select會發現 如果有任何一個服務 返回了結果 這個執行對應的case 如果都沒有在一秒鐘之內返回 就會執行最後那個case Response會所謂Near 所以select語句執行完了之後呢 要麼Response裡就某一個合理的返回值 要麼呢 就是Near 那接下來的代碼就可以開始利用Response 做接下來的操作 好 這是JavaScript的版本 很多人覺得JavaScript是一個這個 低端程序而用的 實際上與之相反 JavaScript是一個有著C C++外皮的Lisp實現 Lisp是人類有史以來描述能力最強的變成語言 是所有語言之母 它有多強呢 你也可以用Lisp定一些macro 比C的macro強大得多 把通過定義macro定一些新的語法 而不是定一些新的函數 這些新的語法呢 看起來讓一個程序像C++一圓 如此之相以至於你用這些語法可以寫一個程序 讓C++邊境 GCC去build 會通過也能執行 但實際上這個程序是個Lisp程序 JavaScript呢 就是Lisp的批一張C的皮 基本上是這樣一個能力 但它沒有弄強的紅的功能 macro的功能 我在這兒呢 沒有用Java舉例 也沒有用C++舉例 也沒有用Python舉例 因為如果換成那三種語言呢 一張幻動片是放不下這個代碼的 我也沒有用Lisp舉例 因為Lisp的括弧太多了 我怕在幻動片裡大家會看暈 用JavaScript 那這個代碼什麼意思呢 是說 現在最後講 我也發出了三個RPC Call 每個RPC Call 給它一個Callback 三個RPC Call 公用了一個Callback 叫RPC Respect RCP Response的定義在那裡 它要做什麼呢 它要看一看 當前如果我被調用了 我是不是第一個被調用 如果是第一個被調用的 那麼我就去用Response做點事情 如果不是第一個被調用的 那我就要忽略登前的Response 什麼也不做 為了計數 我是不是第一個被調用的Callback 要有一個全局變量的Returns 默認是0 每次被調用的Returns加加 因為有這樣一個Returns 這樣一個全局變量 叫一個Matex來保護它 所以第一行的定義了用Matex 然後呢 我們要實現一個邏輯說 一秒鐘之內 要是沒有 這個Callback沒有被調用 將來它再被調用 都不算數了 所以我們設置了一個Timer Timer需要一個 叫Timeout Callback 就在這裡 Timeout Callback 就要把Returns加加 不能讓它變成0 這樣標誌呢 所有的RPC Response Callback 在調用的無效 那為了訪問Returns呢 Timeout Callback 也要用訪問Matex 大家能明白嗎 最要命的是 這三個事兒做完之後 我接下來的操作 不能寫在這下面 而要寫在那個叫Use的函數裡 因為是由Callback來 觸發接下來操作的 而不是這個流程 在觸發接下來操作的 好 那大家想想 如果我真的要寫這樣一段代碼 會不會頭很疼 肯定頭疼 和這個順序邏輯比起來 很容易出錯案 很容易出錯案 比如說 我要是ClearTimeout 沒有寫到RPC Response裡 其實我當時開始寫這代碼 就出錯案 而是把ClearTimeout寫在這個後面 那這個就死索了 或者是Timeout的這個邏輯 就失效了 大家可以腦補一下 如果這段代碼用C++寫 用Java寫 用Python寫會是什麼樣子 如果是Python的話 大家還要考慮 這個語言 它對MultiThreading的實現是錯誤 如果你真想用Python做MultiThreading 你還要專門有個module 而其他利用了 並行化思路的模塊 寫作的時候 可能還沒有這個module 所以 你用的很多並行化模塊 而本身其實不是並行計算 沒有利用MultiThreading 沒有利用MultiThreading 那大家說 我不怕 我算法學得好 我牛逼 行不行呢 那其實這個真幹起來 很難有人不認慫 一個分布式系統呢 它一旦出現bug是很難定位的 每次你遇到它 你都不知道分布式操作系統 調度哪幾台機器 哪個job先起哪個job後起 就變得很隨機 因為無法去定位問題的話呢 就很難debug去解決問題 難解決問題怎麼辦呢 我們的解決思路就是 盡量讓程序簡短 如果你寫5000行程序 和寫1000行程序 哪個辦法出bug的概率大呢 那肯定是1000行程序 的bug概率會小 這就是 為什麼編程語言 是整個這個過程中 最重要的一個選擇 原因 最後還有一張混沌片 我是想說的意思呢 是說 我們好像弄成高精尖的東西 如果最終大家真的 經過一般思考有所得 那我們到哪去用 這個話題呢 說起來有點敏感 在討論之前呢 好像應該經過各位的 Mangered Approval 而且時間也過了 我不知道大家對話題 是否還感興趣 我看有好幾個同學點討 王毅同學分享一下 王毅同學的經驗 我自己呢在這個大公司 幹了這些年 尤其是在騰訊呢 負責業務 然後我原來 負責廣點通廣告系統的 這個收入呢 是工程團隊的工作 會影響到這個 廣點通的收入 而廣點通收入是直接和 通訊的股票的國家掛購 所以業務壓力大家可以想像 其實是很大的 實際上我們理解 在很多這個公司 不管這個創業公司 還是大公司 也都有這個問題 這幫人呢 寄希望他們不斷的 持續的優化業務 不厭其煩 然後呢 因為所有的貨量公司 都要提供服務 你要在服務上 服務質量上 有特別大的優勢 你必須把大數據機學習做好 所以要有大殺氣 同一波人呢 又要做業務優化 繁瑣事情 你要讓他去做大殺氣 這聽起來就很難 很現實的問題 我要是覺得自己自命不凡 我可能真不願意去弄很 繁瑣的業務優化工作 我更願就去做大殺氣 我願意做做大殺氣 那我看到的一些公司管理方式呢 做過很多嘗試 比如第一種叫separate 把這兩類人的分開 比如在IBM在Microsoft 都曾經有研究院 研究院呢 和業務單位分開 有一幫人就專門做大殺氣 有幫人就專門去調業務 但實際效果什麼樣 我想在座的各位 你們都很明白 最後就變成分裂了 因為兩邊的業務目標就不同 很難把他們再重新統合在一起 做研究的人呢 拿不到真實的業務數據 做業務的人呢 又不了解研究大殺氣的價值 很多時候做出來又用不進業務裡 也很失望 第二種呢 就combine 我當年所在那個Google呢 我不知道現在Google是什麼 當年那個Google呢 就是面試要求特別特別嚴重 搞得每一個工程師呢 都跟研究員一樣 都很牛 他就既能做業務調整呢 又能做大殺氣 那當然是很好的 但是很難有一個公司能重複Google這條路 第三個可能呢 就是換來換去 我們在騰訊的時候呢 嘗試過輪稿 你們每個人呢 大殺氣那個項目的人呢 每三個月換一波 每三個月換一波 這樣每個人都有機會做大殺氣 但是效率很低 因為有的人他真是很有熱情 但是還沒準備好呢 一進去之後呢 就把整個大殺氣的開放器 都給拖下來了 這也很頭疼 那怎麼樣解決這樣的問題呢 很直觀的一個辦法就是 好 那我 我們把整個大殺氣 這個業務的玻璃出來 開一個第三方公司行不行 大家也能看到業界有很多這樣嘗試 第一種嘗試就是 我開發一個 machine learning software 然後賣這個 software 還看到MathLab算嗎 R也算 對吧 還有很多其他 比如說一些創業公司 比如說Graph Sequel 但問題呢 這些東西呢 是單機版的好賣 真的分布式系統 可就不好賣 分布式系統 你要去部署它 甚至有時候你要針對 機群的特點去調適它 這個就很難 不是說我買了一個軟件 就能跑的 像How to my health 這樣的系統 完全給你開源了 用的人我看也都很少 第二種呢 就開發這個 machine learning frameworks 我剛才說到的 Spark Graph Lab 我理解屬於這一類 那這個 到底有多少人用呢 我就不太明白了 好像了解人很多 真正把它用在自己業務上 指著它來提升這個互聯網業務的 intelligence 好像也很少 我剛才也分析過 我覺得最難的呢 不是說你有一個 Framework 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 一來 Framework 很難適應所有的應用場景 二來呢 就算給這個 Framework 這個 Machine Learning System 還得是各個公司的人 獨立去開發 本質上這些人還是一邊要做大殺棋 一邊又要去調業務 還有一種呢 叫 Machine Learning as a Platform 這看起來就有點意思了 Google Prediction API 就是一個例子 好幾年以前呢 我還參與過這個項目 雖然我在一個 Remote Office 做了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 但是很不幸的是 這個項目從當年Launch至今呢 一直在業界都幾乎是默默無聞的 很少有人真正去用它 我理解有一個原因呢 是這個業務的推廣力度可能不太夠 可能是不是一開始就太強調 自動化的解決所有客戶需求 然後客戶把數據扔上來 然後訓練一個模型 然後客戶就通過API去詢問這個模型 去問問題 這個模式呢 我覺得是挺好的 但它太強調 把這個事情做成一個 Platform 這個Service的力度呢 不夠 怎麼讓用戶覺得很方便用 怎麼樣很簡單有效的解決問題 最後一個模式呢 叫 Machine Learning as a Service 就是把 Machine Learning做成一個 Service 最近在灣區有幾家這個公司 做的Service Learning 真的融了比較大的錢 有一個家叫 Scaled Inference 他們第一輪融資 什麼都沒有的事 融了1400萬元 在TechCrunch上 大家都能見到這樣的例子 我跟他們的創始人聊了一下 他們要做什麼呢 他們要做一個類似Github的系統 Github這個平臺 是這個服務平臺 提供一個管理緣碼的服務 他們要做的是呢 管理數據的服務 因為他們在 Machine Learning 多年的積累 使得他們有一套 很Generally applicable的數據模型 把數據中各個維度的相關的關係分析出來 他們的目標呢 是用這個智能代替 Analytics 而不是用這個智能去支持廣告啊 或者搜索或者推薦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方向 因為Analytics通常是我們認為 必須要有人來做的 對吧 我現在在 LinkedIn 就在 Business Analytics 的團隊 我們有好幾十人 近百人 我們專門做Analytics 收出報表 來分析業務 那實際上呢 大家自己想想 你都會發現 人能覆蓋的 還是比較大頭的那部分 常委呢 還是很難有一百人去全力覆蓋 所以 這樣一個例子呢 我期待看到他的這個 給 Machine Learning 的業務化 帶來一些新的希望 希望呢 在我們一個系列交流之後呢 大家都能了解 今天的 Full Stack Technology 從最底下的 文件系統 到機訊管理系統 分析水槽的一方 一些必要的中間鍵 能開發自己的 Framework 針對自己的需求開發 它在上面 實現自己想實現的應用 那如果大家真的有幸做到的話 那 這張換名片的問題就會 實實在在擺在大家面前 要想一想 學到這大招 怎麼樣才能發揮出效果 那這個不扯遠了 回到一個現實的問題 這是今天我想分享的內容 我希望它算是一個 給接下來的一系列分享 收理一個提綱吧 這個分享也希望 就此聽聽大家的意見 我們接下來的分享應該是什麼樣子 能符合大家的期待 最簡單的方式呢 就是把這裡邊的 這個故事 挨個兒講一遍 什麼樣的模型 用什麼樣的 Framework 並行化 結果是怎樣 有點缺點 還有一種可能呢 是我們把這些故事呢 凝縮一點 類似的模型 或者類似的 嘗試 縮成一次分享 這樣我們能騰出一些時間呢 可能可以介紹一些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 大家一定會需要了解的 這種 full stack technology 尤其是隨著 Google 把 Borg 開源成 Kubernetes 現在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 現在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 Kubernetes 一塊兒來寫幾段代碼 嘗試用不同的語言 嘗試用各位熟悉的 而其他人好像比較小的 其他人不太了解語言 寫同樣的內容 從而我們可以很直接的體會到 語言的選擇 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的重要性 對 那就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還有一個proposal是說 有一些故事呢 我不是第一主人公 雖然我親歷 我們是不是把這些第一主人公 拉出來 給大家一個帶來這個 當時親身親歷的回顧 聽聽大家的意見 要不要先比较濃縮地講一下 這是第1次學解課的事 看到大家可以與這個區值有講的更多 因為根據現在時間安排的話 剛剛講過下次我們要提前15分鐘開始 休班一休開始 所以我们第一次还是先浓缩 如果你还愿意再做的话 可以拿到外面去留周末 这样时间也会放两次 这是我个人的第一次浓缩 好啊 关键就是接下来如果分成好多次的话 大家对哪些方面比较感兴趣 你就针对性的做一些准备 你本来下一次是准备讲什么 本来下一次是准备讲一个故事 讲那个frequent和infrequent pattern 都能找到的故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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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 有 你能不能讲一下 我也想问的话 就是个生命的不同的算法 正在那个是平的更好 就是每一个算法 每移动更好 是有其他的解决 好像很有想法 为了你做一个讨论 现在因为时间不早 这样我可以像上次过来网样 以后叫Google Collinator 上面把link发给大家 然后大家所有问题都在上面 然后可能网友看到好吗 因为时间不早 等一下还有一个事情 Vitter随便要签名的过来签一下